要抹得精彩,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啤梨 自在人生大學堂又回來了 大家定時定後就知道要準時收聽 或者可能大家上網有找我們的片看 首先多謝你們,當然有我啤梨 這一集我們叫做解開心結 大家追開就知道了 解開心結除了有我啤梨之外 還有精神科專科醫生丁石泉醫生 Hello 啤梨,大家好 跟大家每星期都在電台見面 或者大家在網上都會開始看到很多我們的片 我們這一集已經去到單元6 即第6集 過往有5集大家如果錯過了 或者你今天第一次聽或者第一次看的話 你要找回來聽或者找回來看 好了,個案講了很多東西 這一集我們有個 topic 叫做自我認識與人際溝通 好了,這些我真的想不到 原來我可以跟丁醫生溝通 聊這個問題 自我認識與人際溝通 有些什麼我們需要留意 其實我們很容易就會看到自己的缺點 即是會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想每一個人在成長裏面 他都會一定有些自卑感 因為他會看到自己一些不足的地方 或者我們面對考試 面對很多時候一些的挫敗 我們一定會懷疑自己的能力 其實我們未必能夠看到自己的長處 而比較困難的 我們每個人其實在我們的成長當中 我們要找到自己的優點 其實相當困難的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有一件最困難的就是成功感 成功感 即是有些人明明他都不差 他就覺得自己 哎,我真的有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他不懂得去到感恩現在所擁有 或者所做到的事情 而是很多人他沒有信心 他沒有信心 或者他有時候他一些 或者又舉個例子 不是每個同學都會試過測驗考試100分 也都不會有很多同學是會考第一 也都我們比賽都不會說 拿個冠軍我就沒試過了 變成我們就沒有了那個成功感 而沒有了這個動力 而去鞭策自己去繼續努力 其實拿冠軍 冠軍永遠只有一個 是啊 考第一一班裡面只有一個 是的 也都不難理解 自己將心理幾 如果自己從來沒有考過第一 那就已經跟自己說 我不聰明了 我不差 所以就很容易 就會跟別人比較 就會貶低了自己 然後就很容易自己就會選擇 既然是這樣 譬如說很多同學去 譬如說去入校隊 很多時候都會打籃球 排球隊 他發覺自己不聰明 他選擇 就離開 是的 又或者他在裡面 其實你入到校隊 都比起其他同學可能聰明 你入到校隊 但是校隊裡面 都有一些打球聰明 可能你入到校隊 你都不開心 原來你又覺得自己不夠 誰聰明 也都好像很多同學 他很辛苦去了精英班 現在學校 通常都會有一班是精英班 但是你入到精英班 就發覺自己原來不是精英 因為發覺在精英裡面 自己可能是成績 就不夠其他同學這麼聰明 很自然就會 開始自己就懷疑自己 然後他就會不開心 還有會失去了自己的信心 突然間你令我想起 如果這樣的狀況 一些學校很聰明的質素 學生是很高水平的 整間學校都已經是精英 用回大世界的環境來看 而這間學校 有些人永遠都是尾幾 或者考試考得差一些 其實很慘 其實他可能在社會上很聰明 所以我們就要學會去欣賞一下自己 或者我們要學會一下欣賞我們的子女 欣賞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每個人 我們不是純粹用一個智力去將人劃分等級 智力其實是一些數理邏輯的分數 但是人與人之間相處 怎樣去譬如說和大自然接觸 或者做運動 很多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技能和智能的 而我們往往就忽略了 醫生令我想到等於我們香港也好 或者我們在不同的地區生活 你當你在這個紅磡區這樣 紅磡區你發現一些開心與不開心的東西 其實你跳遠一點看 九龍區很普通的 你遇到那些開心的東西 九龍區再跳遠一點看 整個香港 再跳遠一點看 中國亞洲 整個地球 整件事就好像沒有什麼 是呀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把自己眼光放遠一點 即是說我們離開香港 看看這個東南亞 亞洲 甚至於這個世界 不同的地方 其實可能我們就會開始 珍惜我們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或者我們就會欣賞一下自己 其實當然 你看這些這樣的 我們這樣形容 都是想大家學會 令到自己快樂一點 始終這個感受很過人 快樂始終是一些得著 都是一些好東西 何必遠離快樂 找多些方法令到自己快樂 還是好的 是啊 其實我有個朋友 他其實讀書不厲害 一直都是 又 讀完御科 又讀不到大學 因為成績不好 他又不想讀副學士 但是有一件事 他是比較認真的 就是學日文 然後他就有機會 跟家人說 就去日本 就去學日文 我以前小時候曾經有一刻這樣想 但有一件事 他在那裏 他有一件事 是很優勝的 就是他能夠落在那裏 在日本的語文學校 拿掌握金 這麼聰明啊 是啊 他拿了十萬日元 是給他去學其他東西 然後他就 他不是很有興趣讀書 但是他喜歡做食物 是男生來的 喜歡做甜品 OK 他就在日本 就學會了做日式的甜品 然後他就有一門搜尋 整個人的信心 和自己的形象 完全不同了 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 只要找到自己的一個專長 就是這個 他找到一個 就是在一個 純粹香港的教育制度裏面 你認識人文是沒有用的 因為考試很少 你讀人文 不會令你多了一點 credit 但是原來 他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或者不只是香港 總之你現有面對的那個教育制度 是得不到高分 並不代表你是一個低質素的人 他其實在 可能他所拿到的 一些少少的獎學金不多 但是對他自己的信心差很遠了 作為外人 就是我這樣聽下去 我都很欣賞他 是啊 就是 怎麼說 很準確他那些東西 你去讀一些你這麼喜歡的東西 我很欣賞他 他拿到好成績 然後還要有回報 然後現在還很專門地做日本的甜品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外人 是看到很多優點在那裡 是啊 所以其實我們最困難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優點 而給自己有信心 而去勇往直前 去向著自己的目標去跑 這個是最困難的 要發覺自己的優點 是 這些經常聽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聽這些東西呢 我們這樣 這樣聊天 我覺得大家都吸收得很好 但是如果 不是這樣的情況下 聽不入腦 這些好像很離地 說這些東西呢 因為其實我們是少的 因為在我們 我們應該東方的一些的教育呢 是比較傳統一些 而是說用一套的模式去學 就是我們用一個好像司徒制那個模式 就變了就未必好像西方的教育呢 就比較多元化一些 就是西方的教育就其實比較自由 比如說舉個例子 以法國為例 法國人他們讀大學呢 是自由 加上就是不准面試的 入學 是抽籤決定的 哦這樣的 很奇怪的 就是你可能你符合一定的資格 你就可以報讀醫科 或者是律師 但是不准 就是如果多人報的話 就不准面試的 不是看成績的 不是精英制的 是平民化 是要抽籤決定 而他們的教育就是 希望給一些的不同的低下階層 或者是都仍然是有 高一些專上教育的機會 還要不准收學費 嘩 所以西方的教育呢 就比較自由的 那他會不會說 你讀得不好 都讀不了業的 是不是都會 一定讀不了 他給你有選擇的機會 但是他不會降低那個考試的平衡 所以在西方的教育裡面 不合格 很多 其實是很普遍的 因為他們習慣的 因為他們收的時候 不是收一些適合的人 沒錯 他們也是一個終生學習的 那在外國 比如西方那些 比如說法國 是 成為到專業的醫生 就更加難得 難得 就是天時地利 他又要剛好適合 他又夠聰明 在讀書方面 又畢業得到 就是更加難得 麥克龍 就是 法國 法國總統的麥克龍 就是想改變這個的做法 就是容許大學去面試 而去收生 就已經引發全國的示威了 哇 那倒是 我明明是在那裏 打啤音波 突然想去讀醫生 你阻止於我 一向 過往我都是踢踢球 我喜歡讀醫生 肥了就算了 又喝杯飲料 所以同樣的情況 在德國也是這樣的 德國他讀書 也是比較自由的 他更加特別 就是他那個 第一學位 就是學士 第一學位 是有十年的時間 沒有時限的 也都象徵 適收少少的學費 也是一個 甚至乎比海外生 都是免費的一些教育 其實在 因為我認識德國比較多些 我過去那十年 其實因為我又很喜歡德國 我又學德文 你喜歡德國文化的? 我喜歡德國的 認真 還有在過去那十年 我有三個學生 他家裡沒什麼錢 家境不是很好 他英美澳樓 又很貴 他又很想讀大學 又想去外國 我就建議他去德國 他真的去了德國 就讀國際班 但他不抗拒德文 他懂得少許 他不懂得多 我去了德國讀書 很開心 因為很自由 因為那個國家令他感受到那種 以開心為本的那樣東西 還有是能夠可以去 給他有一個自由的 有充裕的時間去學習 還有讀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會不會又這樣呢? 當然有兩面看 當然他這麼自由 給他有這麼多充裕的 就好像很久還沒畢業 黃金的時間有機會是度過了嗎? 但是你看整個德國 這個國家的年輕人 那為什麼他們德國又這麼先進 為什麼他們又有這麼多人才呢? 德國的汽車就好像很出名 所以那個教育 其實好像聽下去 我們不是很習慣這麼自由的教育 但是為什麼他們又會這麼先進 他們每個人 由這麼多人是會喜歡讀書 而是接受專上的教育 這個其實值得我們香港去思考的 真的喔 很感謝你的分享 因為呢 令我真的感受到 那種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讀一些自己喜歡讀的東西 而在你沒有有個有色眼鏡去看我的情況下 當然那個我們叫有色眼鏡 可能其實我根本上讀書就是差 我吸收能力就是差 但是我想做醫生 我想你就給我一個機會去讀 那個機會我試了 到最後我真的不行的 那我就認了 我起碼做了 我開心的 我選擇了那些事情 我做了 是啊 譬如說我有個有些病人 因為他看過很多這樣的教育的廣告 就是英美奧紐瑞士 他去了瑞士讀酒店管理 很出名的 在瑞士讀酒店 很出名的 學費很貴 一年差不多都要港幣 我想都要20萬 一年 他發覺 咦 為什麼我坐一個小時的火車去到德國 為什麼他們不用錢的呢 是嗎 所以他就覺得 咦 是不是有少少縱伏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受了一些廣告 英美奧紐 加拿大 或者很多時候一些讀書是要留學 經常給人有個印象是要很多錢 其實不是的 只要如果大家肯去你去找他的資料 你真的很想讀 甚至乎我有些病人去了韓國讀書 韓國其實他很歡迎外國留學生 因為其實不是那麼多人去學韓文 如果你有外國人你肯學韓文去韓國讀書 他怎麼這麼歡喜的 很多優惠的 很容易得到獎學金的 日本都一樣的 其實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沒有放眼去看這個世界 如果 我想將來我們其實這個世界 特別是年輕人 我們要著眼是這個世界觀 不要只是用英文或者是一些英語國家去為中心 其實這個世界很大的 那變成希望能夠大家有信心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很好 在阿丁醫生跟你聊天的途中 令到我們好像聽著你說都幻想到那種歡愉和人開懷了 真是那個解開心結 因為當你的世界打開了 你不是這樣拿著了 即是你人生追求那種快樂或者滿足感 是可以無限大 你原來並不代表你曾經小時候聽過人家說過那句話 就是剛才你說說要浪費很多錢 如果你一路只是想這樣會浪費很多錢 你就不走一步 你錯過了很多機會 是的 我都不明白 現在這些年輕人這麼喜歡韓國 這麼厲害的韓國風 K-POP 韓國讀書 比較是歡迎外國人 特別是香港人 我都不明白為何他們不去韓國讀書 都有些人走去韓國讀書 我都聽到 現在新的一代 但你剛才說過那些德國 法國 你說得對 不是只有英文的 德文 法文 瑞士 大家可能地域很遠 我們根本想都沒有想過 身邊沒有這樣的朋友 就不想他 但可能你去到 你又找到另外一個 就是滿足感 很開心的 我見到很多 因為我的朋友去法國 有些去德國讀書 個個都很開心 你其實好像做銷售士 是嗎 如果你做教育的銷售士 你銷售到我都突然想去讀書 是的 你另外一個 出來做了這麼久 剛才真的有一刻想 都可以試試飛去一些 我沒有不認識的地方讀書 你說你喜歡德國 那我德國 可能我都挺開心 整個德國搶 要學 我說服了很多家長 是給子女去德國 法國或者韓國讀書 所以其實他們都多謝我 能夠說服了他們的父母 其實都很開心 如果你有一個心去外國讀書 身邊有些人當然 有很多他們的主觀 或者他們過往的經驗 從而令到他有些誤解 跟多些人聊天 都會令到解開了很多煩惱 會的 我想我們現在跟別人的溝通很重要 還有我想重要的是 我們怎樣跟別人建立一個 比較良好的關係 我們很多時候往往就是 特別是我們 比如說工作上面 有時候我們很多時候的煩惱 就是跟同事 上司 甚至乎跟下屬 這樣的關係不好 是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會的 你關係不好 其實純粹是一個感受 大家的關係 心靈上的感受 可能你日常都是做同樣的事 你每樣東西都覺得錯的 但是如果你把感受解開了的話 你做同樣的事 你每樣都是對的 人真是複雜 是啊 所以特別在很多時候 一些公司的員工的訓練裏面 很多時候會邀請一些專業人士 去做一些員工的培訓 往往其實在一些員工的培訓裏面 通常我們最重點的 就是講同事之間怎樣去溝通 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就是反而不是講 你怎樣做這件事 不是做 你不是怎樣打這份訓練 是講大家人跟人溝通 是的 最重要是怎樣去提升 比如說在公司來說 最重要是提升生產力 很簡單 大家都會想像到 一間公司的生產力的提高 一定是跟那個人際關係 良好的同事之間的工作環境關係 成正比的 那麼很多時候就 很多我們是 很多時候就是有一些的誤會 那麼很多時候在工作上面 經常就很多 或者會不合作啊 或者很多時候投訴啊 或者會在老闆面前 就會講同事的壞話 那麼這些其實是會影響 我們大家那個的關係 而公司最怕的就是 因為那個關係不好 而影響公司的生產力 其實可能呢 雖然很多的公司的老闆 或者一些高層 他們都很聰明 做到老闆 做高層 但是忽略了 你剛剛講過一點 真的很簡單 你令我想起 曾經的一些電影 一些港產片 是說呢 一班朋友 他們呢 很努力做這個牛丸 然後呢 就研製了一個牛丸 很好吃 就開第一間的牛丸 雲吞麵店 哇 那個環境 大家幻想到 喂這邊有客人 兩碗 兩碗啊 那種的融合呢 那種的魄力呢 是 那個很旺啊 是 又愉快 其實是很忙的 你看到他們的工作很辛苦 很忙 但是他們享受 還有 最後的客人又開心 整件事都是 大家都相贏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在現在的公司的管理裏面 或者我們很重視的 就是那個 員工那個 大家彼此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公司的培訓 它都會重視 就是說 大家可以互相去體諒 或者很重視一些公司的 那個的整體 或者那個的整體 很多時候的公司 等於好像以前 你想像一下以前那些公司很喜歡 譬如工廠很喜歡公司旅行 是啊 或者一起燒東西吃那些 現在真的很少聽到這些 很少聽到 如果你現在聽到你身邊的朋友 一間公司會去旅行 你很羨慕 你覺得匪夷所思 不要說旅行 剛才你說的燒東西吃 都沒有了 公司 沒錯 你不要說公司搞的燒東西吃 有時候同事和同事之間 放了工作就不聯絡 如果不是因為 午餐時間一起吃 大家都不聯繫 會這樣 現在極少聽到公司有自助餐 公司 即是你講的給員工的自助餐 一起去吃自助餐 我真的 以往是很普遍的 是啊 很普遍的 在70年代很普遍的 很多時候 一些公司要提升那個士氣 就會 除了旅行之外 會定期 就會有一些自助餐 鼓勵同事一起去吃自助餐 而去促進大家的溝通 你這樣講 我沒試過 你令我幻想到一間公司 大家一起去吃自助餐 那小時 除了是吃的時候 因為你會一起聊 夾哪一樣東西吃 大家互相 不是做事的心態 去到很開心 大家建立了大家的 我又覺得你其實挺好聊 原來不說做事的時候 是吧 說吃東西的時候 原來你很好笑的 互相欣賞 那件事有效率 所以現在在一些 特別是一些歐美的公司 就會有一個早餐會 或者它是會用一個自助的早餐 去希望每個員工 他早一點上班 就可以一起吃早餐 其實都是希望促進大家的溝通 在一個沒什麼壓力的情況之下 給大家的員工可以開心健成 可以聊天 其實這個世代我們做事 很多時候都特別是 新世代我們手機 電腦 很多事情都已經很硬了 已經是對件事 怎樣做 怎樣做 大家要多一點 了解一下那個心態 你說吃早餐 其實工作絕對是沒有幫助的 沒有直接幫助的 但是原來是很大的幫助 幫助到工作以外的人際關係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人際關係 就是這樣 醫生多不多同事 我想問你 以往我在醫院工作 當然我現在就自己有自己的診所 但是我們都會 以前的舊同事 即是我們其他的醫生 我們都幾經常會一起吃午餐 因為大家都是中午的時間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譬如說我們有不同的科 譬如說我們 我就做精神科 可能我這些 以前的同學 他們可能會做 以備校科 外科 內科 其實我們都會 幾經常會有聚會 下午的時候 大家希望 就促進大家 很多時候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都不認識 藉著我們大家的討論的時候 除了我不要只認識自己精神科的東西 還要認識其他專科的東西 其實對自己的增長知識 都很有幫助 當一班醫生 如果是來自不同的科 但是大家在這裡吃飯的時候 分享一下一些個案 我覺得挺好 原來這樣 有一次你曾經說過 他可能有情緒病 不單止是你那個胃病那麼簡單 之類的東西 對病人 對病人 都是更加有效 對他 會的 特別是我做腸胃科的同學 我們發現原來 很多這些 叫腸二激中和症 即是那些腸胃焦慮症 經常肚症 其實可能跟情緒有關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 經常分享一些個案的時候 發現原來 很多身體的毛病 可能都是跟情緒有關 好像 我相信 我家裡有一隻小狗 他不開心 會痾 或者吐 是 我最初就想著 是不是給他吃錯些什麼 現在 對他耐久了 我沒有跟他玩 我罵完他 他日後 玩東西 就會吐 或者吐 剛才說了很多關於 同事 同學 人生還有什麼人 我們要溝通 家人 這是比較重要的 我想在我們 除了說夫婦之間的溝通之外 現在就要跟子女溝通 跟我們自己的父母溝通 就是說其實都是一個學問 家人溝通 你令我想起 我曾經有做一個生意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的教育中心 你經常見到家長 帶小朋友去放下 或者有時候放下 我就看到這件事 家長跟小朋友 原來溝通 遇到一些問題 小朋友可能 不太願意跟家長溝通 反而跟我不斷溝通 或者跟我的老師溝通 可能會不會是 現在這個年代 小朋友跟家長的溝通 未必個個懂得怎樣處理 會 因為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家長其實對子女 一定有很多要求 比如說要 要趕著做功課 趕著去學習 很多時候父母很容易跌到一個陷阱 就是有一個價值判斷 一些命令式的說話和子女 比如說通常都會 寒冷 穿一件衣服 很多時候子女就會 我不冷 都是穿一件衣服 那他就不開心 或者他說 吃快一點 做功課 不要經常看電視 不要經常上網打電視 變成了子女 其實就 不太喜歡跟父母溝通 即是覺得你每一件事 你都是命令式的 還有你都有一個價值判斷 即是 經常說著我的 那他就不喜歡跟父母說話 為什麼上一代都是這樣的 上一代 我們面對我們的上一代 都是命令式的 我們又會想得通的 這個我經常都不太明白 其實可能社會是不同了 因為以往社會比較集體意識 以往其實我們自個意識很薄弱 我們是屬於家庭的一份子 或者是屬於社會的一部分 其實以往的人是比較會很容易有歸屬感 還有我們很怕標其立異 還有很怕被人排擠 這個就是過往衰 所以過往是那個 譬如說 子女和父母的溝通 是比較用一個傳統的模式 還有以前會不會 服從性又強一點 或者可能 以前要吸收一些知識 或者一些資訊 就不太方便了 即是由父母或者老師 告訴我們 我們所有無論所認識的東西 都是靠父母或者老師 無論那件事是好與不好 或者正確與否 我們都先相信了 沒錯 其實人始終都有機會是 有些錯漏 或者老師的老師可能說錯了 一代傳一代這樣做下去 是 可能都好像Belle你說得對 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他透過互聯網 老師的角色又不同了 父母的角色又不同了 很多時候他接收的知識 可以透過互聯網 可能就會跟 對於那個老師 和父母的那個 那個的形象 或者那個就變了不同了 是的 真的 除了家庭 夫妻 我想你也有很多客人 或者應該是病人 你的病人 可能夫妻感情問題 又令到自己很多煩惱找你 我想那個最普遍就是 當一個夫婦 有小孩出生之後 而那個太太很多時候 就不同了 就會以子女為先 其實很容易就會忽略了 和丈夫之間的溝通 這個是幾普遍的 那也都會 也都會 也都會有這個情況 就是譬如說 那個譬如說 我見過一些的爸爸 自從那個女兒出生之後 他很愛吃的女兒 為什麼你吃的女兒這麼孔 而好像覺得那個女兒 是比太太重要 這個其實是令到大家的溝通 或者彼此的關係就會變差 所以其實不只是小朋友 成年人 就是丈夫 都是需要一些關懷或者愛的 可能作為太太 生了個B之後 就覺得 你都大人大姐 都不需要 放那麼多心血下去 原來其實就是錯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想在夫婦之間的溝通 就很容易就會被子女影響了 那就忘記了 其實 或者我們要很多時候 比如說媽媽 她都會這樣感覺 原來我家裡 原來最重要就是那個大兒子 大兒子其實就是老公 就應該要關注她多些 反而兒子覺得是小兒子 其實這樣可能會平衡些 他會覺得老公 應該好像兒子一樣 這樣去照顧 這樣去相處 這樣大家彼此的關係 就會改善了很多 這些都是說 都算是正常 或者叫做沒有什麼問題的家庭 但是我在想 如果夫妻是本身有感情問題的 還更加需要溝通 這個就是另一個更加複雜的情況 就是因為 尤其是小時候的小朋友 大概是八歲以下的小朋友 他未必明白大人的事情 他很多時候就會把父母 他們的爭拗 歸咎要自己不乖 很多那些幼小的小朋友 他都會很擔心父母吵架 而他會怪責了自己 當然是自己不乖 當然是自己不努力 所以爸爸媽媽就吵架 很多時候我們就會忽略了 其實我們父母之間的一些爭拗 其實會影響一些幼小的小朋友 是影響很大的 所以有時候看電影也是這樣 看電影看到一些男主角和女主角 吵架的時候 他的小朋友 我乖了我乖了 沒錯 很多時候就會這樣看 所以今天這個話題 其實很重要 看似好像很生活化 但是其實跟家人 夫妻 同事 人和人之間 是要多些溝通 溝通一下 就會自己又了解自己多了 又了解對方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到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表達的一些訊息 多些和人聊天 在這裡要多謝丁醫生 多謝